大家好 歡迎來到Paris 這個行李箱裏有我來Paris的旅程 除了衣服之外 我有什麼必須帶的東西 就在這個行李箱裏 給大家看看 首先要說的是一個在飛機上的cushion 因為我在飛機上睡覺 很介意自己的頸子睡得不舒服 就一定會戴這個東西 除了這個之後 也會有眼罩 因為晚上睡覺我都喜歡戴一個眼罩 會睡得比較軟 好 有運動衣 大家也知道我每一天都有做瑜伽 這套衣服就是必戴的 旅行呢 另一件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手袋 我自己覺得旅行 會戴一些中尺寸 不要太小的手袋 因為始終有時候 我們要戴護照片 錢包 很多東西都會避免 這些尺寸可以多放一些東西 好 還有的就是衛多絲 因為你出門旅行 就很怕自己病 所以我都會 一感覺到有一點不舒服 就馬上會喝 有相機 有我的 這個是護布品這一袋 這個是化妝品 這裏有一支是我外面的 因為我們出門工作 都怕水腫 這個就是我推面的棒棒 這個其實是一個 因為有時候我們出去旅行 我們想用這些蒸氣湯 不夠酒店都不會提供 但如果要燙衣服 有時候太熱了 就很怕燙壞了自己的衣服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 充滿旅行 要戴的東西 好 最後最後就是這一支 這一支 我每一天賭蠟 就是靠我這個 自拍的肝 幫我們拍賭蠟 好 這些就是我充滿旅遊 會戴的東西 下次見 拜拜 拜拜